沾黄骑士赛前又被勇士权威媒体嘲讽,看啊,他们自己带来了失败。 北京时间6月7日,骑士对勇士的总决赛G3今天就要开始了,沾黄骑士输球,就等于提前准备回家了。 不过赛前,他们再次遭到了弯曲权威媒体Warriors on NBC NBC勇士之声的嘲讽,虽然比赛还没打,但是勇士一包嘴上可不可起。 赛前,Warriors on NBC晒出了一段视频,两名搬运工正在搬运一个巨大的字母L,可能说准备用这个字母组成某些单词的一部分,例如克利夫兰Claven但这却被他们嘲笑了,快看,骑士的两个工作人员,自己把失败搬到了速带球馆里。 Warriors on NBC写道,他们认为L也可以代表L失败,并且巧妙地用这个嘲讽,显然两场胜利在手让勇士方面充满了自信,媒体也认为现有阵容的情况下,沾黄骑士不可能逆转四巨头,所以他们才会发出嘲讽,不知道骑士方面准备如何回应。 A.X.Z